今天就是人網的最後一次的戶外直播 如果在香港我們會見到是 傳媒已經是自己自我覺見 如果沒有香港人網 我們的訊息是出不去 我們未來的日子 我們要大吹雞做什麼動員都是很難的 接下來我們七月一號遊行 也不會再有收盾的街站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想給一些香港人網的支持者 講一下自己的意見 希望大家可以感召到詩雷元先生 收回他星期五的決定 因為我們都覺得香港人網 是對我們的民主運動是非常之重要的 有沒有對人網有意見嗎 舉牌給誰又說幾句 因為直播應該蕭先生都在看的 我對任何政治都不是太熟悉 但我是香港人網支持者 但就是因為香港人網 所以我都挺支持人民人 但原來就是因為一些佔中環的 還有可能中間有些可能紛爭 我們不是太熟悉 那就搞到我們幾十萬人的娛樂 好像突然之間沒有了 我們還會好像一個犧牲品 原來一些政治因素會令到 我們這些小小的娛樂都沒有了 那真的是很慘 我可能比較自私 可能其他可能是下一個 或者其他事情 但原來一些政治因素可以立即 可以令到傷害了 或者令到我們的娛樂突然之間沒有了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影響來 所以我知道可能蕭先生 他不會說突然之間會 突然間會有些人和我之類 但我都希望他可以 不要太怨氣用事 令我們幾十萬的聖眾 來做一個證法或者犧牲品 請問有沒有香港人網主持 醫生 於非 各位 我們來坐下 我們想聽聽你們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難得今天是 無謂運動可以直接跟街坊兄弟 醫生 於非 於非 清楚清楚 有沒有香港人網主持 我繼續將時間交給一些 現在的支持者 是支持人網的 我覺得首先想說 如果國字順中環 不如說說我們佔領人網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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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樣 蕭若元先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若果他要退休的 我覺得就有了 我們都沒有權 要他留下還是怎樣 但是人網是屬於大家 是 對嗎 對 人網 不是屬於任何一個人的 人網是屬於人民的 香港人民的 是 是 是 所以我覺得希望蕭若元先生 能夠把這個人網交給香港人民 他自己決定他的命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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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